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将于4月22日揭晓,凭借主演电影《高海拔之恋》入围最佳女主角提名的郑秀文,即将与周迅及杨谦华、江若林角逐影后归冠。 其中,周迅凭借主演的大魔术师与听风者获得两个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名额,成为今年金像奖女主角的热门人选。 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,郑秀文在出席活动时表示,对片中自己的演出非常满意,并赞扬该片是难得一见的好故事。 这部《高海拔之恋》整个故事跟我自己的演出,其实我自己是有信心的,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很尽力了。 扩别了金像奖舞台几年,郑秀文说自己对走红地毯环节特别紧张,选服装的压力甚至大于自己能否得奖。 每次电影的班程典礼又走红地毯,我就觉得压力好大,那所以我觉得对于当天晚上拿不打到掌上并不是最大的压力,最大的压力就是走这条红地毯,对。 由于当天是白色情人节,近期又有香港媒体流出郑秀文和许志安婚事将近的传闻,两人的情人节安排也备受传媒关注,郑秀文笑颜只会简单地在家里吃饭庆祝,但仍表示期待有人送花,作为情人节礼物。 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觉得收花这个东西好像比较土,但是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觉得花朵很美丽,而且也会很欣赏送花人的他的心思。 那所以现在来说如果有花可以收会觉得挺高兴的。